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先来看一看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文宏 现在可以说呢,又被舆论给包围起来了 很多人批评他是当代汪精卫,戴了这样的一个大帽子 张文宏医生在中国谈防疫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之中 口碑是不错的,非常的感言,妙语如珠 所以过往呢,也曾经几次备受批评,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这一次戴了这么大的一个帽子呢,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 这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民日报,这个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它的健康客户端在8月7日转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谁写的呢?是由中共的中国的原卫生部部长高强 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与病毒共存可行吗? 高强在这篇文章中就强调,绝不能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而是要努力的消灭病毒来做长期的斗争 这篇文章稍早之前是发在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 经过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转载之后 那立刻就引发了更大的关注 因为这篇文章就被解读成为是高强 甚至再大一点是中国的决策层以不点名的方式在批评张文宏 过往很多朋友说在自媒体时代 传统的机构媒体已经没有了议程设置的能力 就是说媒体能够导向一些舆论的风潮 但是在中国央媒党媒还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们接下去又说回张文宏 张文宏的什么观点被批评了 因为7月29日 其实他是在个人的微博上 对近期的南京的疫情做了一个比较个性化的思考 当然核心的文字他就指出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 新冠病毒是一个常驻病毒 世界要学会与这个常驻的病毒共存 而南京疫情让人们再次看到了 病毒的无事不在 这个是张文宏医生在个人自留地微博中 所做的一些感想也好思考也罢 但是紧接着过了几天 高强的批评性的文章就来了 之所以外界做这样的联想 因为透过高强的抨击的文字 透过文本来看 确实有不少是直接提到了张文宏的相关的观点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呢 并不是空穴来风 高强在文章中就抨击说 英国美国等国家 将政府防疫失策 甩锅给到了病毒的变异 强调中国就必须坚持严格防控 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高强文章的截评 主要是五个要点 五个标题 大家可以快速的来看一看 确实是来势汹汹 亦有所指 我觉得这中间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点高强在文章中就提到了 令人诧异的是我们一些专家也大讲 德尔塔毒株的惊人威力 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策略 学会与病毒共存 提到这样的专家 高强就开始发问了 专家们的观点 既宣扬德尔塔病毒的严重威胁 又主张与病毒长期共存 岂不是矛盾吗 这个是高强的一个疑问 第二个看点非常的关键 高强在这篇文章中就谈到了 中国何时会打开大门和世界 别的国家进行互动 他说中国与世界的互通 不是盲目的不计后果的 而且他特别说了 中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的互通 并不在于国内疫情的控制 而在于国际疫情的形式 高强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透露了一个核心的信息 就是说中国什么时候国门开放 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官方是没有这个时间表的 高度取决于中国以外的国家的 疫情的水平 同时又特别考虑到冬奥会 只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了 中国共产党又将在2022年的秋天 召开二十大 届时政治局的常委将换届 所以综合来看 恢复通关的日期将有可能 进一步的延长 所以又有一个外部的因素 又有个内部的衡量 以上说的就是张文宏和高强的一个笔墨上的 隔空的往来 或者说较劲吧 总体来看 这应该还是归结于 庆龄说和共存说的一种学术上 或者说防疫路线上的讨论和竞争 高强在反驳的文章中 多次用的是笔者这个词 意思说这是个人观点 个人见解 但是不得不说呀 现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场 很多事情呢 不容易杀猪车 所以现在眼睁睁的 到底是清零还是共存 这个抗疫战略的讨论 就已经上升成为了中国与英美国家 所谓的制度之争了 中间表现最突出的 那又是环球时报了 环球时报在 8月9号就刊登了一篇学者的文章 就是说要继续全面防控 不要中了西方的连环剂 把共存说 已经是解读成为了西方的连环剂 这连环剂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一下文章 大概是说呢 美国方面已经学会了中国的连环剂 在中国具有明显优势 在抗疫方面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呢 不要和中国发生正面的对抗 而是要诱使中国自己犯错误 自己坏自己的事情 这个是专家的一个原文了 环球时报采访的这个专家呢 就可以说是盖棺定论了 现在因为英美国家看到中国的社会秩序 恢复正常经济方面也快速恢复 他们对此很焦虑 于是向中国 向中国的专家 献上了与病毒共存的计策 就是妄想德尔塔毒株 能够在中国继续肆虐 这篇文章当然也没有点 张文宏先生的名字 但是这个 起程转合能够看出来 现在是外国西方国家来向中国献策 那么谁就在中间来传话呢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张文宏被戴上这么高一个大帽子 当代汪精卫了 胡锡进 环球时报的老总 据说马上就要退休了 现在也不甘寂寞 他就说呢 从长期来看 美欧不顾死人的野蛮路线 终将与中国的动态清零路线形成竞争 经济增长率将是这两条路线争夺的制高点 经过环球时报这样的报道 相信张文宏医生 现在压力也是比较的大 说张文宏是当代的汪精卫 其实最早还是像乌有之乡 这样的一些左派色彩 非常浓厚的网站一些说法 但是现在的官媒似乎也在推波助澜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 就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做了一些搜索 看到一些骂张文宏医生是当代汪精卫 是当代汉奸的帖子 很多是被删除掉了 被屏蔽掉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第一点 你对抗议走什么路线 清零还是共存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张文宏是在自己的微博中 用一种比较散漫的形式 比较随性的形式来写 所以基本的言论自由 或者说学术自由 应该得到尊重 如果把像张文宏这样的 敢于仗义之言 有正义感 有良知的专家都给吓坏了 吓住了 那以后还真的就没有人敢说话了 第二点 上纲上线 应该说就是环球时报 这样的民族主义小报 乌有之乡 这样的网站 这帮人乐在其中的 当然现在在海外的自媒体 在油管上 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人 上纲上线 说风凉话 说很极端的话 他们也算是乐在其中 因为已经形成了这样那样的 同文层 流量有保证 我作为一个小微的 新闻类的自媒体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是不做吧 好 我们回到最后一点 现在有一些专业人士就指出了 像防疫策略 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政策 其实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考虑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 所以也不要去上纲上线 要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 去兼顾公众的身体的健康 同时又要保证正常的社会 经济秩序良好的一个互动 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体量大 服务员大 产业的链条也比较的长 所以像所谓的零容忍的政策 那么中国方面可能应对起来 相对从容一点 持续的时间 封关的时间也可能最长 因为中国本身经济有较大的 自己自主的能力 所以在何时恢复通关方面 也最为谨慎 所以不要说那些 太虚头巴脑的事情 不要整太多的疑云出来 病毒是不长眼睛的 他也不明白谁是社会主义 谁是资本主义 谁是第一强国 谁是第二大经济体 在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大危机面前 其实人类真的没有想象的 没有人类自己吹牛的 那么强 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人新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观看 多关注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 以及海外的机构媒体 担任过记者编辑 高级编辑 以及特约记者 很开心 有机会和朋友们多交流和分享 渴望得到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和打赏 谢谢各位 让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和打赏 订阅 转发和打赏